紧握双手低头哀悼 并安会开会前 所有人为去年泰鲁阁号意外的罹难者 默哀一分钟 列车以时速123公里的速度撞击大货车 去年4月2号台铁泰鲁阁号408车次 行经花莲大清水隧道口石 重上滑落的工程车后出轨 造成494213人重伤 是台铁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死伤事故 经过一年多调查报告 终于出炉 确认是有工程延误的赶工压力 用办法掌握施作程序跟工班的不足 这代表说这位厂商是没有办法 具有纽约能力 运安会指出五大噪音 显示台铁督导查核不足 因为厂商在停工期间违规施工 货车熄火后电瓶电量不足 无法再次发动 以及工地主任擅自移动挖掘机 且没有操作执照 另外操作时吊带未固定 才让货车滑落 再者是没有携带无线电通报 最后列车高速行驶下 司机根本来不及刹车 五大缺失造成重大悲剧 运安会也向三官单位提出16项改善建议 不过对灵难者的家属来说 实在无法接受 看到洋洋洒洒的改善建议 那不就是跟普悠玛当时 一百多条的改善建议是一样的吗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是一个改善的要求呢 而不是建议 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就是在这个政府体制里面 我们其实也不是它的上级单位 我们也不能够把他们叫来说 你怎么样不然我要帮你移送什么工程会 从普庸马到泰鲁阁 台铁重大伤亡事故不断 事后检讨的建议改善更没少过 不过台铁体制一日不改 这些建议恐怕也很难落实 环宇新闻江博伟刘佩婷综合报道